前方女骑士准备左转打了方向灯后 直接从靠近外侧处左切 后方内侧还有一辆机车 男骑士反应不及 就在女骑士转弯瞬间迎面撞上 男骑士腾空飞起 但头上的安全帽在他倒地之前已经被抛飞 男骑士连人带机车翻滚滑行了好几公尺 头部重创 人也倒地不起 女骑士倒坐在对象车道 路过的驾驶跟骑士纷纷停车 上前协助 救护车赶来 先抢救倒地的男骑士 因为他没了呼吸心跳 赶紧送医急救 院方宣告伤众不治 他们两个这样子急 右边的左转 后面这样撞 一个怎么没完的一块 一个要左转 一个从后面就撞上去了 意外地点在苗栗后龙新港三路 1月19号下午这两辆机车车祸 两一死一伤 警方调查两人都没有酒驾 女骑士为77岁的罗姓妇人 当时骑车左转准备回家 却没注意后方有执行机车 与34岁卢姓骑士发生车祸 卢姓骑士平时在工地上班 当时骑车要去找朋友 却在路中丧命 警方调查77岁的女骑士 已经超过75岁 是高龄驾驶 必须再去做体检跟认知机能检测 换发两年校期的短期驾照 但老夫人没有去换照 不只要被裁罚 这起意外 她也因为涉及过失致死 被警方移送法办 TVBS新闻谢股金陈书 咸红彩龙苗栗 彩虹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感谢 neurons 明镜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